羞羞答答树下藏 树荫下面躲阳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比较红的 但如果到了夏天 光日照特别长的时候 它会是清澈的 脆弱娇嫩未清甜 吹痰可破 知数多 我还没有用全力 这是半个 因为掉了半个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个头还特别大 给你展示一下我手中的神器 我们老师带什么用的吗 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一起到海南三亚的莲雾小镇 看一看 往这看 相信很多人都认出来了 我手中的这种水果名字叫做莲雾 那莲雾作为一种热带水果 今年来也是越来越被消费者们认可和接受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海南省三亚市的莲雾小镇 咱们一起去看看 当地人是如何把莲雾种成致富果的 位于三亚市 位于三亚市 海斩园区里 孩子们则表现得更加活跃和兴奋 他们有的提着小竹篮 满果圆跑 有的摘下果子 吃得津津有味 这种与莲雾的零距离结束让游客们十分欣喜 游玩品尝的同时 还了解了莲雾的生长知识 这还真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我们身边的这个就是莲雾树 你别看这个树好像没多大 但实际大概有三米高左右 但其实这棵树已经15年了 因为莲雾特别娇贵 所以都得用袋子包起来 像现在我们看到这棵树的莲雾 是我们三亚莲雾里面的 最主打的一个品种 也是最出名的 就是牛奶莲雾这个品种 这样是采摘的时候是整块摘下来的 这就摘下来了 采摘的时候就是这样 从根上摘下来 对 因为我们这个 已经连续十年的 有机认证了 所以都是按有机做的 这个袋子这种 您刚下过已经看 这个袋子是防水的 防尘 防水 而且防虫 好漂亮 这就是莲雾 莲雾作为一种热带水果 原产于印度 马来西亚等地 现如今 莲雾已经成为了 三亚的特色水果之一 三亚环境得天独厚 十分适合莲雾的生长 莲雾有很多品种 那我们今天接触到的这种牛奶莲雾 单单从价格上来说 就已经算得上是莲雾中的佼佼者了 牛奶莲雾是现在最热门 也是市场售价最高 最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它的这个价格现在能达到多少 最便宜的是在十块钱 二十块钱和五十块钱 分这三个级别 最便宜的 十块钱一个 是十块钱一个 对 论个的 论个的 对 论个的 我的天 十块 二十 还五十 还五十 它还真是一个就是价钱比较贵的水果了 那这个十块 二十和五十 是以什么来区分的呢 是这样的啊 它其实能达到我们这种商品果的 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都是品质特别特别好的了 包括口感和它的成熟度都最好的了 然后后期是根据它的大小 个头大小来进行区分 哦 那像咱们现在摘下来的这些 这都分别是什么等级的 像我手上这一串 按大小的话 它应该是中间级别的 二十块钱的那种级别 二十块钱一个 对 二十一分级别的 好贵啊 对 为什么这么贵啊 我给大家讲讲 你看这个是什么 太裂了 很成熟了吧 太裂了 是吧 就裂就是因为熟度足够了 所以就撑裂了 对 因为它的甜度过高 或者它的水分太足的话 它也会容易爆裂 而且莲污是特别容易裂的 你看我这一串里面 可能裂了有三个 这个裂掉了 对 把它摘下来 对 你摘下来看 应该裂掉了三个 像这样一点点裂的 都是不能作为双苹果的 它有了这个小小的裂缝 咱们就不能够当成 好的这个产品向外销售了 就是它的裂缝 对它的口感上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只是影响它的运输 经营剔透而又脆弱娇嫩 味道清甜而又不宜保存运输 正是因为牛奶莲污身上这样鲜明的特点 才导致它不菲的价格 听徐秘书长这一解释 我们的记者也觉得 牛奶莲污确实贵有贵的道理 那等于这一串 刚才咱们再摘下来六个 现在这三个都不能够当成 你刚才说的20块钱一个去卖了 对对 那只有这三个是20块钱一个 对对 好可惜 特别可惜 整个莲污这个产品 它都不属于厚实性的产品 厚实性什么意思呢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香蕉 或者芒果 我们摘下来以后 它可以把它放手 后期可以把它吹手 但是这个呢 你摘下来的时候什么样 它一直到烂 它就是什么样 口味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 对对 所以必须要完全成熟才能采摘 摘下来就是最佳口味 对对对 对对 对 摘下来那一颗是最好吃的时候 所以咱们就只能是让它 特别成熟的时候才能摘 对对 了解完牛奶莲污的价格 我们的记者又对莲污果树 提出了新的疑问 莲污化果全都是在树下面 对对 这不会影响它的采光吗 因为莲污是比较怕阳光的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它的颜色还可以 对不对 还是比较红的 但如果到了夏天 光日照特别长的时候 它会是青色的 完全是青色的 哦 太阳一晒它就褪色了 对 它会褪色了 所以说 别的水果是逆下而行的 对对对 它都是藏在树里面的 所以我老实说嘛 莲污特别娇贵 而且特别高贵 就是你站在外面看的时候 你可能看不到 有多少莲污在里面 但你要蹲下来 蹲到树底下往上瞧 你就看到了 原来里面藏着很多 都在里面藏着 对都在里面 莲污作为一种 要让人蹲下来 仰视才可见到的水果 说它娇嫩 可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莲污到底有多娇嫩 徐秘书长说 可以用吹弹可破来形容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必须要戴手套的 因为指甲不想一碰 就是一个伤环 然后呢又特别脆 随便一弹它就破掉了 就破掉了 然后就是让我们正常 这种用手捏捏 就完全就 然后挤出很多水了 我还没有用全力 这是半个 因为掉了半个 这是半个的出脂率是吧 特别清爽 还可以 如果用榨汁机的话 它的这个 留下的这个就特别特别少 水特别多 天哪 如此娇嫩而多汁 难怪牛奶莲污 受到了如此多消费者的认可 尽管价格不便宜 但是来到莲污小镇的游客 依然是没有空手而归的 由此可见 现代人消费观念的转变 以及对于牛奶莲污性价比的认可 咱们莲污小镇 种植的面积能达到多少 我们这个规划的是一万一千亩 现在已经种植下去 并且产果的已经有一千多亩 一千多亩 对一千多亩 而且这一千多亩里面呢 涵盖了现在整个市场主流的莲污品种 牛奶莲污 作为近几年来走鞘的优质热带水果 市场价格高 产量较小 市场供不应求 通过扩大牛奶莲污种植规模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据徐秘书长介绍 该园区的员工 大多为附近的村民 他们有的家庭贫困 园区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 提高他们的生活收入 从村民到员工身份的转换 不仅改变的是身份 也改变了村民们的生产种植观念 李永泽算得上是 三亚南路莲污小镇上 最早的员工之一了 李永泽原本是 三亚市亚洲区的一个普通菜农 虽然说他有着丰富的瓜菜种植经验 但是单打独斗的种植瓜菜 依然不能给他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 国菜价格好的时候有四五万 不好的时候零鬼都没有 现如今 李永泽已经是 莲污小镇的主管之一了 收入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 他是按主管拉给我的 每个月是三千大 不仅收入稳定 李永泽的工作 也可以说是能够轻松胜任 说起这个改变了 他们生活的牛奶莲污 韦少奴也是同样的深有感触 虽然韦少奴来到三亚南路 莲污小镇的时间不长 但是他现在和李永泽一样 也是主管之一 就干了两年就干上主管了 两年多 两年多 技术好 韦少奴以前在外面打工 日日夜夜的奔波 并没有给他带来满意的收入 一年四万三万了 也收入很少 现在呢 现在一年有八万了 那还是 这个收入还是增加了不少的是吧 对啊 挺满意 三亚南路莲污小镇采取公司 加协会 加基地 加农户的联合模式 生产种植一万亩莲污 打造出了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三亚莲污 2014年以来 为贫困农户发送联雾种苗十万多株 举办多次联雾技术培训 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让长山村220户农户 和亚洲区的134户贫困户 采取土地和现金两种模式入股 农户既可参与生产软理 又有工资和保底分红 同时 优先吸纳贫困户就业 每年工资在三万元左右 现在莲污一共有多少品种呢 其实莲污品种挺多的 在全球有一百多个品种 一百多个品种 哦 太惊奇了 但是市场上就比较主流的嘛 口感比较好的 其实就是集中单的三四个品种 你像我们市场经常见到的黑金刚 黑金刚 是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叫泰国的大业种 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另外呢 像比较高端的 就是我们三亚莲污里面的牛奶莲污 但是这些品种啊 源头追溯的话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又经过改良的 都不是咱们当地的 对对对 那现在有没有土生土长的品种 其实我们公司也是 经过了差不多十年吧 十年时间 也研发了自己的新的品种 就是土生土长的品种 而且呢 刚好是今年是首次上市 今年 对 第一次有了我们土生土长的 属于三亚的 对 属于海南的 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 这个利润污品种 对对 叫什么呢 我们暂时命名南路一号 这就是首次跟大家见面的 中国莲污品种 南路一号 它跟其他的国外引进品种 又有哪些区别呢 它的果形 包括它的个头 跟我们传统呢 市面上见到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现在最容易见到的 大家也是尝到最多的 那个黑金刚 它是颜色特别深 对 有点黑的 就是红中带黑的颜色 对对红带黑 而它呢 很长 很细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我们比较出名的 那个牛奶莲污 它个头很小 它很短胖短胖的 小矮胖子 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这个品种 其实我手里这个啊 从个头来说啊 个头 它还达不到中等水平的 大小还没有 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 完全成熟以后 就是最大的能达到六七两一个 六七两一个呢 对六七两一个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平时见的黑金刚最多 黑金刚的大果子 也就是三两多到四两 这个最大的也就是三两到四两 但这个相当一个 就相当那个两个了 这个还真是颗头非常大 你看 跟我的手艺比较 其实就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是 这个应该到四两到五 四两到半斤 四两的这个重量 所以还要再大出一圈去 才是上市的这个标准 对对对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个头还特别大 这么多优点 还只是南路一号的一部分 它就是集合了 我们现在市面上 所有莲物的优点 所有的主流产品的 像黑金刚 它的甜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的甜度 优过黑金刚 我们测过 甜度能甚至高的 能达到十七十八 就它的甜度 这个说了半天了 什么味道呢 这能熟了能吃吗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吃了 这个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那尝一个呗 好 我们接下来尝一下 这都摘下来了 对 这个整块摘下来了 好漂亮 首先我们看这个颜色 它其实就是 晶晶剔透的这种红色 对 有点实的红 那种颜色 可以直接吃了 这怎么 擦一擦就行了 这个不擦也可以 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套袋的 不擦也可以 那就这么咬了 对啊 我自己吃 也是不擦的 还有一个吃法 就是从小头吃到大头 因为它这个小头的甜度 没有这边甜 嗯 所以从小头吃到大头 越吃越甜 越吃越甜 对 那我直接先吃甜 我跟它相反 我尝尝最甜是有多甜 嗯 这真的是 我有史以来吃过 最好吃的莲污 首先它是脆的 就是入口下去 这一下那个水汁就泵溅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甜度呢 又刚刚好是 就是不粘稠的那种甜度 就是非常清口的那种甜度 对对 清爽的甜 对 我现在原区里 其中有800多米是这个 2020年的所有的货 现在都已经提前订完了 都被哪里订走了 一个上海和这个杭州 这几个区域啊 就这一个区域的 都已经把它全部订完了 南路一号 作为一个莲污家族中的新成员 不仅各大甜美 还完美地解决了牛奶莲污 脆弱一裂 无便于采摘和运输的缺点 南路一号 可能96%以上的 它都是不列的 都是很完整的商品 所以商品价值特别高 它是它的产量 因为它重了嘛 它一个相当于别的两个了嘛 所以它的产量就高了 所以它的经济效益 会比以前的所有的品种 都要高很多 那这个产量 能比别的品种 能高出多少呢 我们以牛奶莲污来比的话 它是牛奶莲污的两倍 按商品来算是它的两倍 这个话怎么去说呢 牛奶莲污的这个一亩是多少 比如说牛奶莲污一亩地 可能商品果只能出1000斤 这个可以出2000斤 甚至更多 哦 翻番了 对对对 你像我们这个园区 其实今年是 我跟你说 今天首次上市 第一年采摘 今年可能达到100万斤 徐秘书长说 预计100万斤的南路一号 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 那也是相当的可观 一斤能到30块钱以上 是肯定没问题的 刨除任何的 刨除所有的成本以后 一斤30块钱 30块钱 然后100万斤 100万 3000万 3000万 天哪 大半能达到3000万的产值 对 厉害厉害 在三亚联务小镇里 我们不仅见到了 风头正盛的牛奶联务 还揭开了 我国本土联务品种 南路一号的面纱 一个是风华正茂 一个是蓄势待发 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是节节攀升 但是联务小镇里的惊喜 可不止只有这些 你看 我们头领上还有别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叫黄金百香果 这是百香果 对 这就是百香果 我其实刚才就看到了 但是我以为是小葫芦什么之类的 据我们了解 我们是第一个拿莲物和百香果 出来套种的 而且实验成功的 这个百香果能给你创造的 这个产值能达到多少 去年是种了500亩 这样的百香果 套种了500亩 大概产值只有300多万 但是也不错了 其实我们当时尝试种的时候 是种了20多个品种的 我们从这20多个品种里 筛选出最适合我们三亚的品种 就是我们头顶这个黄金百香果 给你展示一下 我手中的神器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你再看看徐秘书长 徐秘书长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他也有个神器 猜一下这就是干什么用的 给我们揭开谜底 徐秘书长 好 我们找一个手中的百香果 演示一下是吗 演示一下 好 这个 这个就熟了 摘了 它很容易的 熟了以后一碰就掉下来了 巧妙 然后就掉到兜里了 巧妙 这个工具是咱们专门为了摆三果设置的 对 看 就是这么简单 别看它高高的长在上面 根本就不需要人爬上去去摘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容易 那这个呢 这个是这样吗 你看那里刚好地上有落下来的 对 一个是高处的 一个是矮处的 对 不用弯腰了 对不对 瞧 高了也不怕 掉在地上也不怕 完全不需要弯腰 也不需要蹬高 是吧 对 随手可以摘到 而且很有乐视 对 在这儿当工人 简直太幸福了 玩着就把这个钱给挣了 在三亚南路连雾小镇里 工人们有条不紊的采摘果实 包装发货 现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个气息 是一种混合的气息 既有这个凉物的消息 又有本感种的消息 这些都是今天刚才摘下来的 对 这个怎么看它是成熟了的呢 纳环嘛 纳环 很甜的 最甜的 这是经过你的盘盘 就是最甜的了 为什么盘盘它是最甜的呢 因为它 它这个皮薄 皮薄 摸上去手感皮薄 这是专门的工具是吗 这个是开过去 还有专门开开放过的工具 真方便 真方便 直接摸了 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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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嗯 哇 你平静 哦 这样拿勺子咬出来 哇 哇 这个颜色 金黄色的 看上去这个汤汁就很浓厚的样子 我尝尝 是不是 像小姑娘说的 就饱甜 哇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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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酸头都没有 无论是莲物还是百香果 都是依靠订单来进行销售的 那是吃每天都有订单 对 每天都有 嗯 面多的话我们就打多 面少的话我们就打少 那看 看病单了 那你们这每天其实都不闲着 摘果 包装 发果 嗯 那咱们叫做这个 主管是吗 嗯 对 副分哪一块有更多 包装 这方面呢 包装这边 嗯 嗯 嗯 刀层前可能有 有更多 有更多 嗯 技术人员说 下订单的大部分都是回头客 而保证订单的来源 则要依靠产品的过硬品质 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现在我们现场来测试一下 咱们的这个莲物到的糖度能达到多少 好吗 一切一个 嗯 这是牛奶莲物 牛奶莲物 对 我们这个主打品种 主打 对 你先预计一下 你觉得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 我们预计会在13度到14度左右 13度 对 好 可以按中间的键 这个吗 对 按一下 对 有12点吧 它的预测还是非常准确的 12点吧 你觉得不够甜是吗 已经算是比较甜 比普通的莲物还要再甜许多了 就是自己吃的口感里面已经感觉比较明显了 哦 技术人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 他们的莲物之所以这么好吃 那可是有秘诀的 我们每个礼拜会浇灌两次 给果素浇灌这个营养液 那果素能够吸收到这些营养 然后果素在长年这个生长过程中 它就能够吸收到很丰富的营养 它自然就会甜 原来在莲物小镇里 莲物们平时的伙食这么好 难怪味道是如此的清新甜美了 有的时候我们到15.8度 对 对 我们也测过 那那一口夏天感觉像吃个冰糖 对 清糖的那种感觉 咱们莲物小镇一年的这个销量和产值能达到多少 嗯 我们预计2020年应该能达到3000多万吧 三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使三亚成为了热带水果的天堂 近年来 三亚进一步加大热带作物科技扶贫力度 努力拓宽热带作物技术开发和创新 加强热带作物技术成果的推广力度 三亚莲物小镇正带领着当地的果龙们实实在在地赚取着这些甜蜜的财富 吉祗 中文字幕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